大家好 我是陈老师 欢迎各位今天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就来谈谈历史之中的贸易战 曾经的经济大恐慌 也就是中美贸易战的过去 现在以及未来 请各位务必按下订阅小铃铛跟赞的按钮 这样下次老师更新的时候 您才能获得通知哦 好 我们今天来谈谈中美贸易战 他的进度以及未来可能的变化 在5月27号的时候 美国总统川普也就是特朗普 他在访日的时候发表的说法 是美国还没有准备跟中国达成的协议 这又跟他三天前的说法 又大相径庭了 当时川普的说法是 相信六月份跟习近平的会谈 会达成一份包含华为的协议 但以川普过去的出额反额 近几乎毫无诚信的状况下 这次抛出的话题 或许也不怎么样的令市场产生震撼了 言而无信 或许就是川普在国际上 大家已经公认的事实了 所以无论川普如何说 这场战争至少在川习会之前 是不会有更好的进展 因为中国已经表明了他自己的态度 如果美国是以礼相待 中国会是千何以待 若是美国想把中国当成软柿子 要让中国跟世界公开表明是美国的小弟 那很抱歉 虽然时间早了点 不过杂粮还是拆火吧 你美国闹得越凶 其实老是觉得他对中共的统治 越能够更顺利 因为什么让百姓的意志更加的统一了 为什么中国敢在这个时候跟美国摊牌呢? 其实因为老师的看法是 因为这几十年的岁月里面 中共已经经历了国共内战 中共建国以及十年文革的交土 他都已经挺过来了 中国按照目前的国力 即使他在苦个三五年持续衰退 你美国国内能撑得住三五年的持续衰退吗? 伊朗跟第三世界会坐视你美国的衰退 而乖乖待在家里不动作吗? 俄罗斯会乖乖在克里姆林宫里面 等你重新站起来吗? 各国政府都在等着美国这条二郎的衰退 都在争取自己能够重新站在世界舞台上 发光发热 摆脱美国文化的榨取 以及束缚 让世界的权力重新洗牌 不过这些跟我们中华民国台湾的政府没有关系 为什么呢?我们政府跟媒体还在关心韩国瑜三年前跟谁打麻将 以及民进党初选的小别扭 世界局势 他其实是跟我们中华民国完全扯不上关系的 您说是吗?回到我们终于外战 其实老师今天要说的事情是这件事情 他不是一个全新的案件 大家其实在这个经济史上都已经不断的出现过了 他的发展其实也不会这么难以捉摸 为什么呢? 因为在1929年也是距今正好90年前 世界曾经爆发一次 经济大恐慌 那他所发生的事情也跟现在十分类似 话说到在1929年的华尔街股灾 让美国的泡沫经济在一个月连续暴跌的状况下 彻底的吹破了 当时的总统胡佛 就是Hoover 对于美国内部的经济问题 所采取的方式是 同意当时国会提出的叫做斯姆特获利关税法案 这个法案于1930年6月17日签署后就成为了法律 这个法律规范了什么呢? 让两万多种进口商品的关税提升到历史最高水平 当时在美国难道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吗? 知道的 当时有了1028名的经济学家签署了一份请愿书 希望胡佛总统你不要犯这个愚蠢的错误 因为你这个做下去 你会让世界产生了极大的波澜 但是胡佛总统他为了选民的承诺 他还是把这个经几乎毁灭世界的法案给通过了 通过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通过之后 许多国家对美国采取了相对的报复性的关税措施 使美国的进口额和出口额都骤降50%以上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 这个法案是导致美欧之间的贸易规模 从1929年的历史高位,局数衰退到1932年的历史低位的催化季 这次伴随的是什么?经济大萧条的开始 整整持续了三年 而今天这种状况 只是从美欧之间转向了中美之间了 为什么那时候中国没有参与呢? 因为那时候国民党刚刚统一了全中国 并没有足够的国力来参与世界的贸易 全部力量还在整治的内需 而且过没多久就爆发了国共内战 所以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加入这个战局 那为什么老师会在前几集的中美贸易战里面 特别会去说 川普还会尽量在选举前 试图解决这个他种下的不必要战争 因为历史可见 在经济大萧条发生的时候 美国当时因为受到工业革命的技术性影响 让美国的农产产生了大爆炸式的产量 直到今日 美国还是基于农产品是一个输出的大国 但是那个时候 因为美国所建立的贸易战的关税壁垒 导致国内的股市还是持续的直直落 消费力大幅的下降 许多银行家与大企业家 按照大陆的说法 叫做一次打回解放前 如果按照老师这边的说法 就是一仗打回满清末年 那落大农产品卖不掉 怎么办? 农业资本家和各大农场主 开始大量销毁掉过剩的农产品 简直用什么呢? 用小麦和玉米当作替代煤炭的燃料 把牛奶倒进了密西西比河 使这条河变成了银河 为什么? 因为牛奶已经染白了密西西比河 城市中无家可归的人 用木板 旧铁皮 油布 甚至牛皮纸搭建了简陋的七身之所 这些小屋聚集的村落被称为胡佛村 流浪汉要饭的那个袋子称为胡佛袋 更有很有趣的是什么呢?无力购买汽油或燃油的汽车 改用什么马去拉这些汽车叫做胡佛车 甚至露宿街头的长椅上的一些轰历史流浪汉 身上盖的报纸也被叫做胡佛袋 而街上的苹果小贩 则成为了当时经济大萧条时期 最为人所知的象征之一 这些流动性的水果谈犯 有些人曾经是大企业家 也有人曾经是一个很成功的银行家 在这种状况之下 也可能是美国未来就在年底面对的大型挑战了 为什么?因为现在美国农业户 因为中美贸易战的关系 大量的破产已经开始产生 没有办法 没有这个资金去进行新一轮的农耕准备 包含了你要买肥料买种子 买很多很多的准备 现在银行不贷款给他们了 为什么?因为你失去中国的订单了 银行觉得我收不回钱 我当然不会贷款给你啊 这是很正常的 那代表未来美国整个农产的供应 以及国内的经济 它会产生了什么?连锁的反应 对中国的产品采取高额的关税的问题 虽然川普一直是说是由中国要来买单 但是这个些的关税去缴的通常都是美国的进口商 他们要去缴这个关税 而且当这个商品流入到美国市场内的时候 想当然而这些的涨价 那是必然的 如果因为明年农产品 它的产量暴跌 而产生价格的高涨的时候 那想从中国进口商品也是因为关税的关系 也不断的飞涨 你把东西移回美国生产 它也不会成本下降 种种的原因 会让美国的消费力量面临了极大的缩减 进而造成了经济的供需的失调跟衰退 加上美国的电子设备 诸如手机啊 iPhone平板 iPad等等之类的通讯设备 电子设备 同样失去了中国这个极大的消费市场 你东西做出来了 你要人买,而且你的领主界有很多东西 也是中国的供应 包含了稀土等等的之类的东西 都需要中国来做互动 那你失去了中国这个极大的消费市场跟经济体之后 最终它一定会拖累到美国的经济 更别提 因为这些事情所引发的失业率的增加 会对美国财政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呢? 川普这场贸易的好赌 对于美国 其实除了一气之争之外 几乎是没有绝对的好处了 而川普所谓的他的一个通讯安全 在美国境内包含了微软 Google任何的一切的软体设备 都在美国监控之下 以安全来讲 美国软体才是最危险的 我们每一个人手机 哪一个人不会用到IOS或是Google的呢? 我们的所有资料都在美国政府的掌握之中 GPS你Google面用地图的时候 你是不是把你的位置跟你的信件都放在美国人的手上呢? 这世界还有秘密吗? 美国真的有这么正义吗? 那么同样的状况之下 美国遇到衰退 那中国难道没有问题吗? 中国就这么伟大吗? 中国就这么强盛吗? 不!中国一样会面对到这些问题 他会面对到什么? 失业率的暴增 以及受美国的技术性围堵状况之下 中国肯定不会比较好过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决定性的差异 是什么呢? 中国跟美国最不一样的地方是 中国的民众对于负债消费的程度 跟美国差太多了 美国的消费习惯 一向是鼓吹所有民众 你要消费未来 来换取现在的享受 什么东西?卡刷而去就没事了 以此来刺激国内的经济工序的发展 信用卡以及各项贷款的措施 也的确造就了美国近代成为一个消费的大国 但都是基于他这些人去消费未来所来得到的为前提 所以美国近年他发生了什么呢? 次贷风暴 就是这种华尔街的经济阴谋 所产生的第一颗炸弹 美国人失去了收入 他不是就没事了 而是他同时会失去了土地跟房屋 所以在当时的次贷风暴里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美国政府也是操纵了汇率 跟各种手段来要求全世界来分担美国的债务危机 但同样的状况之下 如果他发生在大陆呢 他会发生什么状况?失业一定会失业啊 失业怎么办? 你只好回乡下农村重新来过了 种地打粮 或是做点小生意 淘宝啊 或是什么状况 做点小生意吧 星期应该会很糟 但是他不会没办法生活 这个状况只能说在中国啊 他在共产党的治理之下 土地是国有化的 跟新加坡一样 土地都是国家的 但是这也造就了 你社会底层不会没有房子 或是土地可以居住的事情发生 各位要记得 如果你是台湾人 你三十年前去过大陆经商 当时大陆人过的生活 可以说是非常的清苦的 而现在是社会上的青壮年 大部分都是在那个时代出生的 养尊处优的美国 想要跟这些中国人比吃苦 台湾人可能都比不了他们啊 这个是事实了 当然过去的经济大恐慌 不见得一定会在这个世代重新的展现 过去的金陶恐慌 以现在的经济学家去分析 他的成因 当然也不尽然只有他们股市的崩盘 或是关税壁垒等等的直接化的因素 他还包含了全全球的各种经济体 主要是欧美之间的政治角力 还有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各种复杂的关系 以及人类贪婪跟恐惧交织而下的产物 而各位要知道一件事情是 这个经济大萧条结束的时间 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间 当世界如果没有一个有智慧的方法 解决类似的贸易战问题 那最后还是得用战争来解决这些僵持性的问题了 时至今日资讯的发达 以便利以及知识的普及化 或许我们跟着可以期待 有智慧的政治人物 或是一些 maybe可能就是一些机运来避免这个战争 或者是贸易战的影响几十年的悲剧 但是可以确定的事情 对物质与金钱贪婪的人 他还会继续贪婪 对失去物质而感到恐惧的人 他依然会恐惧 可惜的是 我们都在这些人的掌握之中 在我们现在要面对未来可能的乱世以及悲剧 能照亮我们的 或许只有我们心中的那一点佛火 跟一点道心 能不能不以物喜 能不能不以己悲 喜怒哀乐之间 其实我们仅凭一念之间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请新朋友务必按订阅 老朋友务必按下赞 若对本视频有任何的看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下方的说明页面 有老师推荐的视频列表 欢迎新朋友浏览老朋友回顾 若你需要老师的专业命理咨询服务 请在本视频的顶端 以及说明页页的下方 有老师的联系方式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